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临时小学校中的Wikidata课程 我是来自Wikidata台湾的黄文岳 你也可以叫我Alan Wikidata台湾社群是在台湾主要推广Wikidata的一个危机社群 今天我们特别来到了G0V临时小学校 来跟各位同学分享说Wikidata的一个基础概念 只要三步骤就可以让你的书籍变成资料籍 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文岳 你也可以叫我Alan 我是Wikidata台湾社群的共同发起人 曾经担任立法院开放国会的第一届第一期的民间委员 在过去也担任过的台湾维基媒体协会秘书长 然后也在里美术经验馆做资讯组的召集人 这个是我 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 比较瘦的照片 这是之前在参加G0V大松的其中一张照片 首先先来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什么是Wikidata 相信各位同学都知道危机百科 也都听过危机百科 甚至每天都一定要上危机百科查到查一下资料查一下资料 但是危机数据Wikidata你有听过吗 那Wikidata这个网站在Wikidata.org 那它是美国危机媒体基金会 在危机共产资源之后的第一个跨语言专案 那什么又是危机共享资源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是一个危机媒体计划概览的一张图 在大家所熟悉的危机百科在左上角 它是整个危机媒体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个子计划 那危机数据Wikidata在哪里呢 在这里 那刚刚讲到危机共享资源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 那这些计划呢 全部都是危机媒体基金会所支持 所成立的一个专案 那就跟危机百科一样 你如果要讲它Wikidata算是危机百科的一个姐妹专案 那这些专案是在做什么的呢 我会这样子简单的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 大家常用的危机百科呢 它是一个百科全书 但是危机为了要做到这个知识的开放 以及保存还有传播 单纯只有百科全书是不太够的 那我这边就简单的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里面的几个专案 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去 再去看看 首先危机百科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了 那我这边会举的一个范例是什么呢 我这边会举的一个范例会是红楼梦 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是红楼梦 如果你去查红楼梦的危机百科的条目 如果你去查红楼梦的危机百科的条目 你会发现说 在红楼梦的条目里面 你会看到红楼梦的介绍 红楼梦成书于什么时候 红楼梦是潮雪勤写的 红楼梦有人怀疑说 红楼梦只有前几回是潮雪勤写的 后面几回是谁谁谁写的 里面的大纲大概会是什么 这个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很重要 百科全书就是要帮助你了解 什么是红楼梦 什么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今天像是对于保存知识来讲 保存红楼梦是什么很重要 保存红楼梦这本书重不重要 一样也很重要 但是你总不可能直接把红楼梦的全文 塞进危机百科里面 不行 如果危机百科是一本书的话 红楼梦的章节就非常的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另外一个专案 叫做危机文库 危机文库是专门在收入一本书 或是收入原始的文献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整本的红楼梦 放进危机文库里面 在看到危机百科之后 你想要去看看红楼梦原始的内容的话 你就可以去危机文库看看 刚刚提到的危机共享资源 是在做什么呢 危机共享资源专门就是在储存一些媒体类的东西 什么是媒体类的 像图片 影片或是甚至是这一份简报 像红楼梦有人会拍红楼梦的照片 红楼梦这本书的照片 或是一些红楼梦里面提到的场景 都可以在危机共享资源里面找到类似的照片 而至于危机 危机数据在红楼梦里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它扮演的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metadata的收集 像是红楼梦的一些后设资料 都可以写在Wikidata里面 简单来讲 就是危机百科它是一本自由编辑的线上百科全书 但Wikidata它是一本自由编辑的线上击读百科全书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新的概念出来 为什么要做机读 人看都懂就好了 为什么要给机器看 这个时候我也会来讲几个例子 像我们在过去的时候 像是在以前我们有报纸 有书 在做内容流通的时候 我们是报纸发给你 书发给你 你看书的内容 你就会了解一些事情 你看报纸的内容 就会了解到一些事情 这个是在以前的时候 或是在你在看纸本的内容的流通的时候 它是这么样子 内容会直接送到人身手上 但是随着现在我们每个人 人手都一只手机 或者是一台平板 一台电脑 包含你现在在看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应该也是透过手机平板 或是电脑在看这个课程 那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的这些数位的内容 它都是透过我们人操作机器 操作手机 操作电脑 操作平板 然后去触发电脑的搜寻行为 搜寻引擎 搜寻引擎要怎么样去知道说 我要找这笔资料 它要去阅读的 就是这些内容所生成的后摄资料 MetaData 透过这些MetaData 机器或是搜寻引擎 知道说 这个内容是你想要的 所以我搜寻引擎 就会去把这些内容 找到对的MetaData的这些内容 Present给你 提供给你 就好像你现在 正在看这一个影片一样 其实这个影片如果被放到YouTube上面 如果你没有搜寻到对的关键字 或是你的研算法没有触发到 跟这个影片相关的话 你在YouTube上面也不会得到这支影片的推荐 但反之如果你常搜寻跟WikiData有关的事情 或是搜寻跟G0V有关的事情 那这部影片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YouTube的推荐清单 那你会就会发现 在我现在用手机用电脑或用平板 在YouTube上面 在Instagram上面 或是在各式各样的影音平台上面 我搜到这些影片搜到这些资料 其实中间都有搜寻引擎 演算法或是电脑的辅助 电脑的协助 所以你会发现MetaData跟电脑 在跟机器这中间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只是平常我们可能没有发现到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说在传统的文章资料库里面 在台湾一些传统的文章资料库里面 很依赖一种搜寻的方式叫什么呢 叫做全文检索 什么叫做全文检索呢 简单来讲 就是我今天搜寻一个关键字 电脑就会去读这篇文章里面的每一个字 然后去把你提供的关键字的组合的 那三个字或两个字 或是四五个字找到 然后把它标起来 然后提供给你就说 这个就是你想要找的内容 但是全文检索这一个功能 有时候就会在资料库里面 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像是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其实蔡英文已经在2019年过世了 当然在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可能稍微会顿内一下 会稍微迟疑了一下 但是其实你应该可以想象得到 这边讲的蔡英文并不是目前的总统蔡英文 而是另外一位台湾的政治学者蔡英文 那一位是总统 一位是学者 同名同姓 英文是一个蔡亲家名 那刚好他们又都姓蔡 那同名同姓导致人民上面的混淆 我顺带一提 他们两个人 就是这两位蔡英文的这个研究的 就是他们的研究 其实是类似 都是一些政治研究 那算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当你今天你单纯用蔡英文这个词来看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说 你找的到底是总统蔡英文还是学者蔡英文 当然我们可能下意识 或者是我们会 我们的知识会告诉我们说 我要找的其实是总统蔡英文 不是学者蔡英文 那下一个我想要讲的案例是什么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你觉得你如果问电脑淡水盒在哪里 他会给你什么呢 大家各位同学可以稍微想一下 如果再从这个全文检索的概念先去想 你觉得问电脑淡水盒在哪里 他会告诉你什么 他会给你一条在上海市的一个河川吗 在上海市也有一条河叫淡水盒 还是他会给你一条在广西的河川 广西里面也有一条河叫淡水盒 还是是给在台北的这一条河川呢 在台北市新北市 很重要的一条河流的淡水盒 还是他会给你台湾各个角落 各位同学想一下台湾只有淡水盒 台湾是没有咸水盒的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是用全文检索的方式 在做一些很大范围的资料检索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透过演算法去推荐给你 可能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会发现这些演算法推荐 有的时候就会落下你原本想要找到的内容 因为演算法可能直接过滤掉 可是如果演算法又不去过滤的话 你又会得到这些有点奇怪的结果 最后我常常就 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之前在维基协会工作的时候 我曾经就在想说我想要去查跟维基有关的标案或是一些资料 那你才看我会全文检索会找到什么东西 大家想一下维基这两个字会找到什么东西 可能会有同学跟我讲说会找到维基解密吗 维基解密倒是有时候会蛮常找到的 但是这边也跟同学澄清一下 维基解密跟维基百科维基媒体计划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我在台湾的一些网站上面会找到什么 会找到锋利发电厂 为什么会找到锋利发电厂呢 因为他们的文件标题叫做 锋利发电厂运为基地建制 这个就是一个全文件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明明这个词就不是这样子断句的 但是因为对于对于电脑来讲 他找到了这两个字和他找到这个维 找到这个机这两个字是这样拼在一起的 他就认为好这句话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很有算是算有趣的 但是就是你如果在进行这种全文检索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 你能不能提一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回家作业的其中一个 你能不能在你的生活中提一个 因为断字或是同名同姓 或是因为称呼一样 但只设的目标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例子吗 各位同学希望你的 就是我们的回家作业的其中一题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帮我提看看 就是说你能不能提出一个 你生活中因为断字或是同名同姓 而导致资料混淆的案例 那试着跟我说说看那样是什么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讲完了 我们讲完了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 要怎么用基督百科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虽然这两个都是蔡英文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识别码不一样 总统蔡英文的识别码是Q233894 各位同学有看到吗 在这个上面 那这位学者蔡英文是Q55695180 我应该没有打错 好 那你会发现明明都是一样的名字 但是识别码不一样 识别码作为一种脱离语言的标示方式 你看像刚刚的淡水盒 我们回到刚刚那一页 你看这个上海的淡水盒是Q30946903 这个广西的淡水盒是Q15940350 然后在台湾的淡水盒是Q2420747 你会发现不同的淡水盒明明都叫淡水盒 但是识别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透过识别码 作为一种脱离语言 不会今天因为语言的关系 它的拼写法一模一样 就导致资料混乱 那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识别码 就是像是你的身份证字号 Yoyo卡卡号 基本上在同一个系统里面 是不会重复的 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我们叫做UID 就是那个 UID就是独特识别码 就是唯一识别码 说错突然想不到那个词 唯一识别码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各位同学是不是能够试着找出一个你知道的识别码 告诉我 希望各位同学在上这堂课的同时 可以同时想一下说 在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常常遇到的一个识别码 可以告诉我吗 所以在基督百科里面 我们透过唯一识别码 我们能够改善什么问题 你设想一下 你正在整理好几本书的一个资料 结果这三十本书里面的主角都叫小明 然后这三十本书是独立的不同的书籍 这几个小明都叫小明 你可能会记错 你甚至会把这本书的小明的剧情 接到另外一本书小明的剧情 又接到第三个小明的剧情 到处接来接去 这样都变成一个小明历险记 但如果你在整理的时候 添加独立的识别码跟各自建档 每一本书里面的小明 它都会是独立的小明 它可能是A本书里面的小明 B本书里面的小明 C本书里面的小明 但同样的如果说 A B两本书它是连贯的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共用同一个小明 小明来小明去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小明 前面讲多了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三步骤 带各位同学要来建立你的 把书籍转成资料库 第一步骤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步骤很重要 第一步骤我们就是要来确定你的资料 是在网路上已经可以找到的资料 它是一份公开的资料 它无论是在公开的网站上面 已经出版的书籍 或是在各式各样的资料库里面 只要你能够公开的找到这个资料 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放进Wikidata里面 但如果说 这个资料在你写之前 它都是还没公开的状况 那就不能这么做 什么样的资料是 在你写之前还没公开 像是你调查出来的资料 就是你是第一个调查这个资料的人 你可能是去田野访查的人 或是你自己努力去整理出这个资料的人 我会建议你去把这个资料先放在 全发布在其他的网站上 再来还没有出版的书籍 跟放在社群网站上面的资讯也都不行 放在FB的 放在Instagram的 放在YouTube的这些资料都不可以 影片里面的资料也还不行 如果说你找到的这份资料是 它在一个影片里面讲出来的 这样子的资料也不太适合放在Wikidata里面 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示范会用英哥政治这本书 会用英哥政治这本书 在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 这堂课最后的一个功课 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尝试自己去建立一个Wikidata 如果同学有自己想要用的书 想要用的内容 可以自己去找书籍的内容 或是去找网路上的内容来尝试 如果找不到的同学可以直接用英哥政治 或其他地方制的书 这边用英哥政治的原因是因为英哥政治这本书的 全部的内容在网路上面有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去搜寻英哥政治 应该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那连结我也会放在我们的问卷里面 好 第二步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去确认你要写的东西 它的资料是不是只有一个概念 像是你要写的是一本书 一个人 还是一个档案 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它是不是只是一个东西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我们叫做metadata的 一对一原则 我的metadata 我的后测资料 一笔资料 只能拿来描述一笔资料 这样讲有点抽象 举个例子 你今天你在写总统蔡英文的资料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在里面同时也写 学者蔡英文的资料 你也不可以在写总统蔡英文的资料的时候 同时在写他家的资料 不行 你要写的对象就是那一个人 你在写那本书的时候 不可以同时去写那本电影 那本书翻拍的电影 你在写还愿的时候 你在写还愿这个游戏的资料的时候 你不可以同时再去写还愿的同名的那首歌 或者同名的专辑 同名的什么东西 同样一个东西 同样一个词 在目前我们中文的语境下 它可能有很多个概念叠合在一起 那有些抽象的概念 它可能是多个概念的叠合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去注意 那在数位化档案 如果你要写的东西 它是一个数位化的档案 那你要去注意档案跟实体的概念 可能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你今天要写一幅画 那幅画有用扫描的方式 扫描成一个档案 放在网路上 你要写那幅画的Metadata 你要去注意一件事 那幅画的Metadata 跟那幅画的档案的Metadata 是不一样的概念 你在写那幅画的Metadata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去写说 它的档案格式是什么 因为一幅画它不会有档案格式 那幅画的档案格式 它应该要写的是绘画手法 它可能是油彩画 可能是水彩画 可能是胶彩画 它也有可能是拼贴画 但它不会有一个档案格式 叫它是JPG 或者它是PNG 或者是 或者是你也不会写说 它的档案大小 因为如果它是一幅真的的话 它不会有档案大小 它会有长宽高 所以这个各位同学 要去注意的一个点 那第三步就是开始建构 你的Wikidata的条目 那在这边我会亲自用 我会亲自示范一次 如何建构Wikidata的条目 那我会做的可能稍微 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课程时间的关系 那如果各位同学 在看的时候 有看不懂的地方 可以暂停下来 多看几次 好 那我们 来看到 好我们切一下画面 OK 好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到了 Wikidata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 你在 你只要输入 Wikidata.org 就可以到这个网站 Wikidata.org 就可以到这个网站 那你进来的时候 应该会是英文的 那就不用担心 你只要在右上角 按Login 如果各位同学 你有 维基的账号 不管是维基百科的账号 还是以前有注册过的维基账号 在Wikidata里面 一样可以通用 那如果没有 那你就可以按 JoinWikidata JoinWikidata 好 那如果 如果 呃 这边是你的用户名 然后你的账号密码 就是账号跟密码 好 那 email是选填的 但是 请各位 请各位同学要注意 就是 如果你没有填email 你忘记密码之后 也没办法寄 那个密码的回复信给你 因为你就没有填email 哦 那 那账号可以用中文英文都可以 但是 我会建议不要用本名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 一个人请用自己的账号 不要一群人用一堆账号 哦 不要一群人用一堆 不要一群人用一个账号 哦 这是危机严格禁止的 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呃 请各位同学 不要共用账号 就是 也不要把自己的账号给别人用 哦 不要两个人用 不要两个人一起用 也不要三个人一起用 一个人就是一个账号 再来一件事情是 不要创一个什么 不要创账号的账号名称叫什么 临时小学校 或者是临时小学校临时账号 或者是圈圈圈临时账号 不要创这种账号 很容易会引来管理员的注意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账号可能是一群人在用的等等的 你就创一个你可能会用的昵称 或者是你要用的中文昵称 英文昵称中文加英文昵称都可以 好 那创好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登录了 那这边 我来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你可能就会跳成中文 如果你没有跳成中文 你帮我在右上角这边 可以选语言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中文 你也可以选任何一个 你觉得舒服的 就是你觉得熟悉的语言 好 那这样子你就来到了Wikidata的页面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的范例 要来做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来做的内容是 我们要来做阴歌政治 再切一下画面 好 我们来做阴歌政治的人物 里面的人物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的第一个是这个 我现在要示范的这一位叫做陈景发 陈 不是陈景发 抱歉我讲错 陈棉发 原名陈发 自棉发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种写法很像是维基百科的写法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种维基百科的这种给人读的这种 呃百科式的写法呢把它转换成这个给机器读的写法 让大家可以透过呃这些内容来进行一些这个呃快速的资料分析 来那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范例哈 那因为也是因为录影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同时两三个视窗录影给大家看 所以我如果各位同学有就是想要看这个画面的话 哦在那个问卷里面都会附上这些页面的连结 那你们都可以到这些页面来看 呃就直接点直接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同时看着这些页面 或者是你可以在你可以再把影片哦回播到刚刚的画面这样子 好那我接下来就会以wikidata的呃画面为主 我就不会再切到那个呃音歌政治的部分 好那我现在要做成棉发嘛 那请各位同学注意 你在写wikidata你要把资料整理进wikidata的时候 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你要写的那个东西的名字丢进右上角的在wikidata搜寻 哦你看 这个在wikidata搜寻之后你就会发现 诶成棉发有跳出来 有这一笔资料 哦有人做了成棉发的资料 他那个时候做的时候 他写说这个人是第一届的音歌庄协议员 哦那在我们读的这个内容里面也的确有 呃提到哎 成棉发有做第一届的音歌庄协议员 哦那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来把层面发的资料进行一个增补 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在wikidata里面这边有三行三个格子 这个格子叫做标签就是这个条目的这个人呃这个你要写的东西的名字 再来是描述 我要跟各位强调这个描述呢 是它是一个很简短的描述 并不是要在这个描述里面写哦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哦 这个内容主要是要让各位同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很短的叙述内知道说两个如果都 两个如果都叫成棉发的人哦两个人的差异在哪里那主要在主要描述会用到的地方这边给各位同学示范给大家看我们再用刚刚的例子蔡英文 你可以看到这个描述就出现在下面的这一小行话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短短的几句话短短的几个字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这两个蔡英文很明显是不同人 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学者所以请各位同学在填写这一个我按到了 请各位同学在填写这一个描述的时候不要太长篇大论大概十个字以内去描述这个人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或者他做过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像是以这个人来讲他做过英歌庄协议员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事迹 那我们就可以写说他是第一届英歌庄协议会会员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到这边有写了这个成棉发的这个一些内容 性质人类就是在讲说这个东西 这个这笔资料这个东西在写什么 好那我们我们要写的是一个人所以性质人类 好性别男出生日期 好网络上有提供出生日期 好政治职业是政治人物 好只要你做过议员呢 或者做过任何的政治的有关的工作 我们职业都会先标政治人物 那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标的出生日期 但如果我们回去看各位同学如果你回去看那个英歌政治里面的内容 你会发现里面有写成棉发的过世的日期 他过世于1951年7月10日 那我们就把他死亡的日期他过世的日期写上去 好死亡日期1951年空格就好直接就空格不用写月空格几号 7月10日空格7月好再空格10日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他这边就会跳说啊京都市日1951年7月10日 好不要写民国民国他不会民国的话他不会动哦 好然后呢死亡出生于死亡日期是比较敏感的内容 所以他们会希望你增加这个参考文献 那如果你的内容是来源于这个网站的话 你就要写来源网址 那我们就要去把刚刚的那个内容的那个网址 复制下来贴上去 好就可以直接按发布了 那如果你想要再把参考文献写得完整一点 可以参照上面的做法 像是检索日期 如果你是在网路上找到的资料 因为网路上的资料可能会更改 所以你可以新增一项检索日期 可以写2022 今天录影的是8月4号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刚刚英哥政治上面的内容 有哪些可以写的 上面就提到说他是191863年9月4号生 然后呢经营年名厂跟建材生意 完了这个要怎么样把它编写进去 哦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儿子陈阿玉继续继任协议员的职务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写说 好他有一个小孩叫陈阿玉 那如果要去写他的小孩是陈阿玉 我们就一样 好 我们要去Wikita上面搜寻 有没有陈阿玉 哦没有 没有陈阿玉 那我们就要先来写陈阿玉的内容 没有陈阿玉的话 我们就按左边的建立一个新项目 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哦 是建立一个新项目哦 好 好 那我们把陈阿玉哦 给上去 那他说 那个英哥政治上面说 陈阿玉后来是继任英哥庄的协议员的 就是继任陈棉发的这个协议员的职务 哦 我们如果往下滑就会看到哦 下面就是陈阿玉 好 那我们就写说哦 他是英哥庄 协议会员 陈阿玉 OK 那我们一样哦 我们可以把这个中文台湾跟中文 中文还有繁体中文都复制同样的内容 啊 我们看到英哥政治下面就有提到这个陈阿玉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下面的内容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写这个人呢 一样哦 我们第一个要写的内容就是性质 那他是个人嘛 所以我们要写说他是人 人类 然后他是性别 男性 好 这边先来写一个东西 刚刚提到他爸爸是陈棉发 所以我们就打父亲 父亲 陈棉发 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惊叹 他会说陈棉发 你写了 陈阿玉的爸爸是陈棉发 那陈棉发那边也要去写说 陈棉发的小孩是陈阿玉 好 那我们就回到陈棉发那边去 小孩 子女 是陈阿玉 OK 那好 我们继续写陈棉发哦 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陈阿玉 那这时候我们陈棉发还可以写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一些基本的资料 他1863年出生 对不对 1863年台湾是什么时期 各位同学记得吗 1863年那个时候台湾是 这个清朝 是这个清治 不对不对 对 清朝没错 清治时期的时候 那清治时期那个时候的人 台湾的人他国籍会是什么呢 会是大清 是大清 就是清朝 可是各位同学我们记得哦 我们1895年台湾歌让给 台湾歌让给这个日本 所以 终于 1895年 太多了 1895年 接下来呢 1895年之后日本台湾被歌让 歌让给日本 歌让给日本 那就是 大日本 大日本 当时的日本是大日 打错 抱歉 大日本帝国 始于 1895年 签订嘛 大日本帝国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各位同学 到1945年 然后我们这位陈棉发先生 他1951年过世 所以他 横跨了 清朝 大日本帝国 还到了 中华民国 验证了台湾三个时期 真的是历史课本中会出现的这种人物 有没有 1945 好 那这边 有写说 他担任第一届英歌庄协议员 所以我们可以去把 他担任英歌庄协议员这一边 写出来 怎么写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写个姓氏 他姓什么 他姓陈 他名字我们就先不写 因为名字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先不写 姓陈 他会叫我们要写名字 但我们在中文的状况下 我们就先不写名字 好 然后 下面可以写一些学校等等 但是 网络上面的没有写说他读什么学校 所以我们就来写说他担任过 英歌庄协议员 英歌 不不不 协议 协议 协议会员 然后 然后呢 看一下 看一下 我看一下 确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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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当过协议会会员嘛 那协议会会员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写说他的任期 当时的当时协议会的会员 有没有他是没有那个 他是没有明选的 他就是他不是明选的职务这样 第一届 英哥 第一届英哥庄协议会 然后他会说要写屎鱼 这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下资料 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 有 在那个英哥政治上面写说 他是大政九年十月 那大政九年是什么时候呢 大政九年我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大政九年 大政九年 大政九年就是1920年十月 1920年十月 那1920年十月 担任协议会会员的职务 那这个样子我们就暂时 就我们就写完了 这个层面发的上面的资讯 那后面的一些内容 像是他有担任英哥信用贩卖组合 专务理事 这个部分的内容 在Wikipedia里面比较难呈现 但我们可以先去从 他的他在协议会担任的职务 下去尝试来写写看 那相信各位同学可能听到这边 就已经有点头昏眼花了 那等一下 就是各位同学可以去尝试在 英哥政治里面找到其他的人 来试着写写看 基本上请各位同学只要填上 性人就是性质 性别 出生 死亡 跟职业 还有国籍 基本上就可以 还有姓氏 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样就已经符合我们的这个 回家作业 希望给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交上来的内容了 那剩下你想要去尝试 像是可以把子女写出来 或是去补充内容 我都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去尝试看看 那各位同学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写完之后有交完作业 我会去看你的作业 我去看你的作业之后呢 我会直接在你的使用者页面上面 跟你讲说哪里要改 我会在你的讨论页面上面 会跟你讲说哪里要改 那如果我跟你讲的时候呢 你Wikidata上面的这个小铃铛 应该会亮 亮的时候再帮我去看一下 我上面帮你留了什么言 这样子OK吗 好 那接下来就是 那接下来 这个操作步骤先介绍到这边 最后 当你建立完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的这些资料就会以开放资料集的方式 开放公开给全球 那再来就是查询跟使用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你可以透过现在有的一些查询範例 得到视觉化的资料呈现 那这些查询範例 我们我都会放在这个 我们的问卷上面 或我们的贡笔上面 各位同学都可以点开来看 像是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可能有点小 右边这个是我们用Wikidata的一些搜寻工具 呈现出来的那个台湾的河川的拓谱图 这个是淡水河的拓谱图 然后这个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合作单位 合作一个叫新乐园艺术空间的地方 我们把它的资料全部都输入成Wikidata之后 做出来的一个展览时间轴 那或者是说 各位同学也可以直接把你写完的item 或是一些写完的资料集 下载成Json档 下载成Json档 用在其他的专案 或者是这边开另外一个画面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密密麻麻的 就是刚刚给各位同学看到的 那个跟新乐园艺术空间合作的 那个展览的时间轴 等一下我 我想想看要怎么把它放大 我们把它放大之后 你就会看到说 这是展览的一个时间轴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我想要下载呢 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下载 你可以把它下载成Json TSV或是CSV HTML 或是有些它是泡沫图的 你可以下载成SVG 那下载下来之后呢 这些Json档或是CSV档 就可以直接汇入在 各位同学参加的其他的G0V的专案 或是你未来要做的一些Open Data的专案上面 好 那最后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 最后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 我们有Facebook Wikidea Taiwan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Slack 你知道在Slack上面 at我 我应该都会回复你 那再来就是我们 每个月都会在台北的摩资公导 有定期的月聚会 那我们下一次的月聚会会是在 8月15号晚上的7点半 在摩资公导 是免费自由参加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或是有想要问我们 Wikidea有关的问题 可以在8月15号 或者是每个月 我们都会公告在我们的粉丝专业上面 或者是你直接搜寻Wikidea Taiwan 就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相关讯息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程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透过这个课程了解说 怎么样把一般的这种文本的资料 转成资料集 那也希望各位同学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 在你所想要关注的领域上面 去制作更多的开放资料集 让全球的资料可以相互的流通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谢谢各位同学 世界同学 我是我们制作的 我们的玩家 肯定又帮助 油